4月26号,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。 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和各峰论坛的举办场地,国家会议中心近期应一带一路被各国记者聚焦。 走进国家会议中心,墙纸上的祥云文室,餐厅里的古风建筑,休息区的民俗雕塑,随处可见的布置,让在场的每一位记者都感受到浓郁的中国风氛围。 在国家会议中心入场通道一侧,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互动区成为很多外国记者经常聚集的地方。 采访之余,能近距离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,也让外国记者更立体地了解了中国。 作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互动区服务的工作人员, 郝德兰近几日接触到多位外国记者。 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,也让这位民间艺人相信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走得更远。 除去浓郁的中国风氛围,别样的文化运味, 国家会议中心里的科技范也被中外记者称道,从人脸识别式储物柜到威压体验中国名胜古迹。 通过国家会议中心科技手段的创新,中国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也借此呈现。 在国家会议中心沉浸市增强现实互动体验区,志愿者丁平帆这次负责威压互动的讲解工作。 一连几日跟外国记者的接触,丁平帆希望各国友人不仅能看到现场的高科技,还能看到科技后面的中国风景。 作为一个志愿者来说,我本来是想为他们也介绍一下他们看的这些场景的一个名声古迹, 因为毕竟中国的文化和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风景也是非常秀丽的, 那同时我就想为他们去介绍一些我们中国的这些风景。 中国风文化运科技范在国家会议中心随处可见的细节之处, 让到场每一位与会人士体验了一场别样的一带一路之旅。